小战再次成为了作文素材又遭到攻击 逸琳回击为何这么快呢 小战并非是第一次成为逸琳的作文素材 他自己的撰文有关于介绍他的文章多次登龄该期刊的 很多不了解情况的网友们也许会有疑问 肖战与作文素材有什么关系呢 为何有一些网友居然会攻击逸琳呢 而这一次逸琳的官微回击的动作非常的迅速 这又是为何呢 先说一说这一次登上了逸琳的事情吧 其实啊这是一次充满重能量的好事情 肖战先前呢写过一篇文章 篇名呢为一首音列歌传唱爱国情 说的呢就是肖战自己传唱经典歌曲红眉赞的事情经过 本文只是一次摘编 原文呢早就在民歌中国的公众号上刊发过了 很显然逸琳呢现在摘编肖战的这篇句文 其实意思非常的明确 就是为了中高考准备的作文素材 那目前呢高考中考进入到冲刺期了 中小学教师都在积极的准备考生的一些作文素材 一方面方便考生备考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考生的综合素养 让冷思颇感惊诧的是啊 这本来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学 尤其是作文需要学必备的一个资料 一灵理当呢要为考生服务 为教育服务 这又是何罪之有呢 难道剥夺别人教育的权利 侵犯别人的权利是可以做的事情吗 这一次对准肖战进行批评的做法太过于离谱了 必然会遭到一灵的正面回击 不仅仅是一灵会回击 冷思也看到了公道自在人心 很多网友啊自发的对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冷思有此联想到过去的事情 肖战当时啊因重庆方面的邀请 传唱红媒赞也遭到过某些人群的攻击 他们对这一充满正容量的行为说三道四 一会儿说肖战创作不好 一会儿又说肖战借机复出 这完全呢就是罔顾事实的说法 传唱红媒赞呢是全国性的大型演唱活动 并非是肖战一人所为 也不是他一位明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 全国很多知名演艺人士参与到传唱红媒赞 难道其他明星也应该受到批评吗 无怪乎一灵官微正面回应 而且快速反击某些网友的无端攻击了 连续回应三次呢 这应该啊就是事可忍孰不可忍的情感表现 再来说说过去的事情吧 而在过去啊有关于肖战的相关资料 也被一灵编发过稿件 也都是与作文素材有关的 比如一灵编辑部曾经汇编过 有关于陈情令的相关素材 片名为陈情令 肖战此间少年 炫弱烟花 该文呢只是在材料的汇编方面呢 就突出到了肖战饰演的角色而已 那么在冷思看来啊 中小学当然不能够两耳不闻窗前事 必须全方位的了解一下身边的事情 那一灵从正面去介绍热播剧陈情令 为何不可能 众所周知啊 国内很多媒体都介绍了陈情令的相关内容 对于该剧呢也是大家赞赏的 被誉为有国风之美 那所以说从某种程度 某种角度去看啊 介绍陈情令啊 就是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了 一灵还汇编过有关于肖战的作文素材 原材料源于肖战与那英参加综艺节目同台演出的新闻 该片的材料题目为 肖战之战少年之胜 我们都知道那英是歌坛老将了 少年和老将同台歌唱 这当然值得肯定了 一灵选择这样的素材呢 当然就是为了激励少年奋发向上 当然也有人也许会这样说 一灵呢也是为了敢热闹 故意选择和肖战有关的作文素材吧 这显然呢就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的观点 说个难题一点呢 就是居心叵测 或者说有罪推论 这次真的要为一灵点赞了 公道自在人心 冷丝坚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都会让人心叵测 一灵点赞了 都会让人心叵测 有罪推论 就会让人心叵测 一灵点赞了